今天的財經焦點台股 今天的電子股重漲冰幅 在台積電領軍之下 指數大漲261點 收在17,336點 道氏航運股接連傳出大股東狂賣持股 以及萬海有超過7000萬的 違約交割 散戶最愛當充的貨櫃跟散裝股 多數都打入跌停 貨櫃三雄你就要留意 我們大概傳產裡面 大概把這個貨櫃股當作是 跟景氣循環是比較相關的部分 像是以這個2603的長榮對不對 長榮來講的話 今天第一根跌停板 那可能這邊來講的話 可以看到外資已經賣了一段時間 投信最近這幾天去做個進場 可是問題是 假設股價又拉回到 比如說可能月線 季線 這個地方 如果能夠去做一個嘗試打底之後 等股價正式出現 這個所謂的一個價穩量說之後 我認為 過貴股的行情應該是還沒有結束的 換句話講的話就說 這邊短線震盪 可是長線 你反而要注意 拉回可以去做 一個承接的一個位置 就短線不追 長高不追對不對 可是剛拉回 你暫時不要去接刀 你至少等到 拉回整理完畢的訊息 再去做一個切入 因為 我們從整個數據來看的話 第一個 目前 在這個貨櫃的一個塞崗延遲率 還是比較高的 就換句話講的話 還是一個供不應求的一個情況 還是一個人 也是因為 再過 一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